作者 莫莫 演播人 巨武八雅 结合莫云失去了威慑里这一点来看 莫族高层一致认为 人族那边似乎是掌握了什么抵挡莫之力侵蚀的办法和手段 负责不至于会出现这种情况 然而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手段 莫族迄今为止还是没有弄明白 门邪王主麾下 诸多狱主已经下令 无论如何也要搞清楚真相 这一次争夺资源产区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若是能弄清楚人族抵挡莫之力的侵蚀手段 那可是一件大雇 这等功劳足以让任何一个莫族前往王城的莫朝修行 以此晋升一戒 这让无数莫族眼红 也是资源产区争夺的如此激烈的一部分原因 莫云之中那莫族领主静静折服着 隐隐感觉这天大的功劳或许距离自己不远了 因为眼前那个人族强者冲进莫云中 势必要被莫之力侵蚀 到时候他必能见到他如何抵御 莫云之中杀戮有憾 某一瞬间忽然一切都平静了下来 那潜藏在莫云之中 死寂而动的领主忽然心头一跳 本能的感觉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即将发生 下一刻 他忽然察觉到一股巨大的犀利从那人族所里支出传来 浓郁莫云受此犀利的牵扯竟纷纷朝那人汇聚而去 莫族领主心事大喜紧接着大惊 喜得是这人族强者居然主动敞开了小强坤的门户 将四周莫云吞噬进了小强坤中 如此一来 这家伙岂不是很快就要被转化为莫徒了 惊得是一旦莫云被这家伙吞噬 那他必将无所遁形 瞬间就要暴露在人族强者面前 哪里蹦出来的人族啊 形势居然如此肆无忌惮 与人族斗了这么多年 他还真没见过这种事情 前后不过十几席的功夫 那浓郁莫云便已消散一空 露出隐藏在其中的一道身影 而这一道身影的中央位置 阳开单臂勤轻 目光冷冽 他只身杀入着莫云中 虽搅了不少莫族 但明显感觉到还有漏网 之余藏身在内 不过 莫云对人族的感知干扰极为明显 强悍如他 一时间也没办法将所有的莫族找出来 恼火之下 立刻敞开了小强坤的门户 将莫云吞噬入体 效果极为显著 这一下隐藏在莫云中的莫族 全部暴露了身形 他眼似我 阳开冷笑连连 这一只偷袭而来的莫族数量 虽然不少 但整体实力实在太弱 其中竟只有一位领主 剩下的全都是上位莫族和下位莫族 此时此刻 所有还活着的莫族都瞪大了眼珠子盯着阳开 仿佛白日见鬼一般 那个领主的表情尤为震惊 他本还觉得阳开马上就要转化为莫图 可如今看来 这个人族好像压根就不受莫之力的影响 那么一大片莫云吞噬入体 居然都没能将他侵蚀转化 莫族领主瞬间意识到了什么 惊呼道 乾坤四柱 乾坤四柱 不只在人族那边闺名鼎鼎 莫族那边同样有所耳闻 毕竟这是克制莫之力的质保 有乾坤四柱在身的人族 根本就不惧莫之力的侵蚀 莫族对乾坤四柱可谓是深恶痛绝 对身负乾坤四柱的人也都是极为在意 每一个身负乾坤四柱的人族强者 在莫族那边都有被害 等先情况下遇到这样的人 莫族都会不惜一切代价将之铲除以绝后患 这个莫族领主地位不低 对那一份特别的名单自然有所耳闻 但那名单上寥寥数人皆都是八品开天 因为只有八品开天 才由本事保护好乾坤四柱 不为莫族所夺 而如今他居然在这里碰到一个拥有乾坤四柱的七品 此人绝不在那一份名单之上 这个消息极为重要 若是能够带回去的话 这份功劳绝对不下搞清楚 人族用什么手段克制了莫之利的侵蚀 只是心思一转 那莫族领主便张口喷出一团墨血 欲要逃离此地 从方才这人族强者出手的威势来看 他不觉得自己是人家的对手 想活命唯有立刻顿逃 这个举动无疑是极为正确的 然而即便他不惜燃烧自己的惊喜 施展秘书 身形也是猛的一致 一股莫名的力量弥漫之下 四周空间竟仿佛凝固了一半 几身更是如陷入泥沼之中 举步为鉴 你要去哪儿 森冷的声音传来之时 莫族灵卓扭头望去 只见一杆长枪在自己眼前不断放大 那枪尖之上恐怖的威能 运而不发 一旦爆发 必是石破天惊 这莫族领主轻孔之下 一声怒吼 庞大的身子都膨胀了一圈 一身气势毫无保留地绽放出来 全力以赴 空间的禁锢都为之松动 然而仅仅如此了 他提起硕大的拳头猛地朝杨开轰去 一拳之下虚空破碎 可见这一拳的威势 杨开却没有躲闪之意 长枪抖动间直接顺着这莫族领主的拳风贯穿进去 如热刀滚牛油 苍龙将轻而易举地动穿了莫族领主的防护 大半枪身都没入了他的胳膊之中 莫族领主吃痛 脸色狂扁 口中利吼 杨开长枪又是一斗 力量爆开 那整只胳膊都炸成血物 莫族领主肩膀上 莫色心血如柱般流出 狂暴的气势为之一摔 不等他再有什么动作 满天枪影已经朝他照相 少亲扬开收枪 那莫族领主却僵硬在原地动也不动 只有眼中惊骇的光芒残存 四周有攻击的余波喜来 荡过他的身躯 庞大的身子煞时间化作无数碎块 切扣出整整齐齐 犹如刀销 杨开转头死亡 沈敖 宁齐志和齐太初的真影在翻飞不定 破晓战舰上一道道攻击持续轰出 四周残存的莫族很快消亡殆尽 这样一支莫族队伍 若是偷袭别的小队的话 或许还会造成一些困扰 但在陈希面前实在是不够看 战斗结束 打扫战场花费了一点时间 那些莫族身上未必有什么好东西 但对莫之战场的人族来说 任何一点资源都是极为珍贵的 返回破晓 扬开盘膝而坐 思虑此战的得失 对手不值一提 但晋升七品之后 这算是他第三次出手 已经逐渐熟悉了自身暴涨的力量 相信下一次再与强敌 自己会做得更好 在原地稍事修整了一个时辰 破晓再次启航 接下来的日子 每隔数日 破晓都有斩获 借助换阵的伪装 那些莫族只把破晓当成了普通的队籍行攻秘宝 一旦从潜藏处跳出偷袭 再想逃跑 就来不及了 死在陈希小队手下的领主也多达二十多位 一场场激战下来 陈希小队的配合也日趋熟练 每每遇敌 无需旁人吩咐 便知自己该做些什么 所获战绩也远超其他小队 这一日 陈希正在打扫移出战场 就在半个时辰前 杨凯等人在这里遭遇了一支莫族小队 这个队伍的实力不弱 领主级别的莫族便有三位之多 但一场大战之后 这一支莫族队伍不出意外的全军覆没 便在这时 风鹰忽然闪身而来 嘀呼道 队长 有队友修员 杨凯扭头朝他望去 只见他手中正拿着那一枚 茶壶交给他的水晶球一般的传讯之物 此时此刻 那水晶球中明显有一段阴红的光芒 汇聚成一个箭头模样的标志 指向一个方向 杨凯眼帘微缩 见状哪儿还不知 那球员的队伍已到了生死关头 否则这水晶球不会有这样的反应 没有犹豫 杨凯立刻勾呼一声 集合 紧急失源 还在打扫战场的成员 立刻朝破晓聚集而来 几个呼吸之后 破晓号化作流光 顺着那箭头指引的方向略取 杨凯不知有没有其他队伍 接收到这个球员的讯息 但发出球员的队伍明显局势不妙 附近未必就有别的队伍 陈希或许是他们唯一的希望 族人危险 危在旦夕 破晓几乎是不计消耗 将速度提升到了极致 一个时辰后 一块乾坤碎片 映入阳开的眼帘 此时此刻 在那乾坤碎片的某一处位置 一道道光芒正在绽放 显然是人族舞者的秘术光滑 而在这光滑之外 一大圈墨云包裹着浓如实质 墨云之中 有七八个人族舞者 正在疯狂地挥洒自己的力量 阻止墨云的推进 但无论他们如何努力 墨云推进的趋势 也是势不可挡 一旦墨云将他们包裹 到时候必定要被墨之力所侵蚀 而在这种地方 被墨之力侵蚀的下场 无疑是转化为墨图 这些舞者应该是 某一支小队的成员 只不过此刻的数量 明显有些不对 应该已经有人陨落 而且杨开居然都没有看到 他们的行攻秘报 如此情形 只有一个可等 那就是这支小队的行攻秘宝 已经被打得没有行动之力 或者已经被毁了 没了行攻秘宝作为防护 人族舞者在面对墨之力的时候 必定要束手束脚 这才落到了这般境地 看不到墨族的身影 应该都躲到墨云之中 不断催动墨之力 朝人族那边侵蚀过去 时不时的还有一道道攻击 朝人族打去 让被困在此地的人族舞者 连施展乾坤绝的机会都没有 语之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五恋巅峰》 第4192集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巨舞八 《五恋巅峰》